马迁品历史 带您探索最真实的历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看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二战期间 日本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 关于这场战争 中国人从未停止过思考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 很少有人反思 曾经犯下的罪孽 并且试图掩盖和曲解这段历史 这里面的重要原因在于 日本战败后 当时的日本天皇玉仁 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玉仁天皇是发动清华战争的主谋 他在成为日本天皇后 就直接去欧洲 对一些军事方面的工程进行了研究 而且对国内出现的两种声音 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都非常赞赏军国主义分子 助长了日本国内 主张军事扩张的势力 为战争埋下隐患 1937年全面清华战争开始 人们认为 根据玉仁对日本宪法的理解 这场战争的发动是经过他正式批示的 玉仁作为天皇在日本是神一样的存在 所以同意了这场对外战争的玉仁 才最应该受到军事审判 当时包括苏联 中国和英国在内的 很多国家都要求将玉仁公审后处刑 但是玉仁在投降时 曾经暗示必须保留日本天皇 而美国出于控制东亚地区的考虑 最终以日本民众信仰和未来命运为由 决定放过玉仁 虽然当时要处置玉仁 确实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放弃审判的结果却是 日本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曾侵略他国 1989年1月7日 玉仁因病离世 之后日本国内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当时日本已经是正常邦交的国家 案例邀请了很多国家参加玉仁的葬礼 日方希望中国出席葬礼 中方出于多重考虑参加了这场葬礼 但是日本曾出现否定日军侵华 并为玉仁天皇开脱罪责的言论 所以中国虽然参加了葬礼 但是也回应正式历史四个字 希望日方正确认识历史问题 迫于多方压力 日本首相出面表示道歉 只有正式历史才能吸取教训 取得和平友好的发展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创作不易 欢迎见多时光的您点赞评论